孙泽山的纪念馆您做得这么成功 但是对这个当地的这个 槟城的佛教啊 您也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您能不能给我们光众介绍一下 讲起这个我信佛 那么做佛教的工作 可以说是一段 相当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种姻缘也是很特殊 其实我的太太就是一个佛教徒 她从小就住在这个菩提学院 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女众的道场 她从小因为她爸爸在里面做工 所以她又从中国来就住在那边 在那边受教育 所以到后来我们在这个 派拓的时候呢 就自然我就受她的影响 家父也是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宗教信仰 都没有宗教信仰 尤其是对佛教在当初的那种佛教 在我们这个马来亚这边呢 我们都感觉到 知识分子都感觉到 是一个很迷信的一个宗教 我们并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宗教 当成是一个很迷信的 所以大家都不这个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拜拜 这样子抽筹签这样子这一类的 祈福这样 那么我是到后来 我一直我太太影响我 但是我都一直都没有 没有正式去接受佛教 但是后来我又在菩提学校教书 菩提学校教书 是这个我太太也在那边教 后来我也去那边教 我在那边教了十年 就在那边接触了一些这些老师啦 那个出家人啊什么 这么就对佛教就更增加一层的这个认识 那么到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差不多整九个月左右啊 太太都还没有生孕 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说 他晚上梦到 梦到他那个菩提学的一个住持 一个出家人那里中来了 他就起来就紧张的要命很怕了 然后他的姑姑就跑到他肚子里面去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异照 这样之后来我就去 所以过后他就真的是有怀孕了 我就回去学校 就因为我的校长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么他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可能是 因为她姑姑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负责人 一个主持来的 那么他要演技的时候 他曾经有许愿说他要重新再来度人 他要重新再来度人 那么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回来投胎 我就有一点啪啪这个孩子长大了 不知道怎么样 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原故的 那么后来就孩子出事 那么很聪明这个孩子 但是也是有一点怪怪了 有一点怪怪他也不喜欢吃肉 不喜欢就是喜欢吃一些菜 那么男孩子要拉拉他的手 他就不要了 他不要那么他又喜欢打扮 用东西放在头上绑了一片这样子 就说他是观星菩萨的 还没有读书他就画了 我带他去看这个释迦传的戏 他就回来他就画 画那个释迦摩尼佛涅盘的像 他就很笑嘻嘻的跟我讲 他说菩萨要登天了 观星菩萨要登天了 那么那一年他就一场病 也不知道什么病 那时候医生 看了两个医生都不好就去世了 那么六岁刚好要 六岁 六岁刚好要入学 我就在他病的时候 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自己许愿说这个孩子 如果能够好 我就会皈依给佛教 那么就这样子他去世了 那么学校的校长的老师 也都劝我说皈依佛教了 那么我就这样子的皈依佛教 我这样就是皈依佛教 皈依佛教那时候还是蒙叉叉了 不大懂得佛教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经常有到寺庙去走走 那么就跟随了一个师父 学学念经 听听讲经这样子 那么后来我就觉得说 佛教因为被世人这么多的误会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是不是有要尽一份力量 来改变世人对我们佛教的想法 那时候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通常兄弟姐妹感情很好 所以他们就实际上也跟我这个 哦 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你这个佛教 你刚才说到 我相信你刚才你说到这一点 您和你太太认识的也是个佛员 对 应该说你在佛教的学校 你们当时你是老师 她也是老师 你们两个就认识了 是吧 你看这个佛员带到今天 这很不了 这是我们真的不可想象的 是 真的是一种缘分了 是一种很深的缘分了 这个是前世带来的缘分了 对啊 前世带来的缘分 我们佛教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夫妻本救缘 三缘二缘 无缘不合 是这样有说法 儿女本救债 欠债还债 是的 对 你这个佛教这一方面 后来你就在槟城这一块 就慢慢把这个佛教 就做成一个什么规模呢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是这样子咯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 大家都有去这个寺庙拜佛 那么就如刚才我所讲的 我觉得是说 佛教应该不只县礼拜拜啊 对 是吧 所以应该要做一些东西 我们又设计了一些佛学 那么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大家商量了以后 我们就发起要成立一个佛教的组织 有我们在家人自己来创办的 在那个时代就很少有这个在家人 自己要起来创办这个组织的 对 都是复数在这个寺庙安行里面 那我们这样子一成立呢 会引起佛教界的一些人的这个批评啊 有些不好的 尤其是在我们发表了一些这个宣言啦 那个宣言我们那时候年少气盛啦 所以那个宣言非常的这个强烈 那有一点批评这个佛教的这种 传统佛教应该说的 他也不属于传统 是人家利用这个传统来 佛教的传统也不是这样子的 是被人家利用了 被人家利用了 所以我们应该这个了 我们应该要来破除这种不好的现象 环境我们佛教的面目 所以我们就开始创办的是在19 我们开始在1971年筹备 到1973年 我们就正式得到政府的注册 这个佛教这一块 也要当地的政府注册 对 要当地的注册 所以很少有佛教团体这样子注册的 他们都是复数在这个庙里面 要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就要跟随这些最佳人士附所指示 我们就自己独立的 去注册 自己注册 1973年 1973年正式注册 我们就发布新闻 那么展开很强烈的这种宣传 很强烈的这个宣传 在报纸上经常都有 都有文章的出现 那么参与这些佛教的活动 那么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做老师嘛 所以跟学生都可以很容易联系 很容易联系 所以我们就创办了这个佛学班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孩子信佛 应该要从小教育开始 老的你要去改变他 不容易了 他已经根深蒂固了 你怎样去改变他 所以我们就从小的训练他 给他基本的这个佛学 那么也教他怎样念经 教他正确的这个教法 虽然我们不是出家人了 但是我们懂得多少 我们就叫多少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 1973年 你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出生的那一年 我1973年出生的 已经半世纪了 就是半世纪 我们下来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五十多年了 我们去年刚好庆祝五十周年了 连这个筹备我们五十多年了 筹备两年 五十周年 就说明了华人在外 五十年以前 已经把这个传统文化 还有这个佛教 已经保持这么好了 我们在西方的国家 我没看到过 真的没看到过 我们也是一个怎样讲呢 我们成立的时候 很多人都批评我们 所以我们 因为我是觉得佛多有讲过吗 这个要让他进入这个佛门 就必须要先以育钩 就是一种东西来满足他 让他高兴 所以我们就 这个育钩是什么呢 我们成立 小孩子喜欢唱歌吗 我们成立合唱团 所以喜欢唱歌他们就来了 他们喜欢玩音乐吗 我们就成立这个华乐团 那时候华乐团很少 好 我们槟城才一两队罢了 我们又成立这个华乐团 那么舞蹈 那么很多 你们就是这些 就是都不是我们佛教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借这个东西 来引他们住佛门 引他们住佛门 满足他们的欲望了以后 那么他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组织 那么我们自己有基本的这个佛学班 所以活动是很频密 那么这样子我们还 每年还带他们去存回马来亚很多地方 马来亚有没有去中国或其他的国家去佛教 没有没有 不能够出了 不能够出过 而且费用很重 费用很重 我们最 所以差不多马来亚我们走着完了 南下到这个Johor 新加坡他就不 因为数以外国的人 你要申请什么 所以不容易 那么东海岸 北上我们差不多都走着完 走着完了 我们主要的目的 要把这些组织带过去 这些活动带过去 让这个信佛的人看到佛教应该也可以这样子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再加一句 为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 它基本上是伊斯兰教的国家 在伊斯兰教的国家 它能成立一个佛教协会 佛教一个组织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马来西亚可以看得到是什么呢 是在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宗教 它在这里是非常融合的 其实啊 在欧洲的国家 它是非常自由的 如果你想成立一个佛教也好 另外的这个宗教也好 都可以成立的 它不需要去批 你只要去工商局住持一下就好 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一点 为什么给大家做个介绍呢 在马来西亚国家 能住持一个佛教的组织 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是50年以前 你有这个思维 还有你这个去做的这个事情 他们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他们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吧 那我再那时候您说一下 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好不好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而且您在这里所做的东西 在佛缘之下佛教之下 所做的东西都是贡献 从来不收费的 是吧 是 佛佛家的课程啊 活动啊等等啊 对吧 都是您家族在支持的 也不止我了 还有很多兄弟 那当然了 这是你们 我主要是我们这个 你们启发了我们做 这个启发了这个佛教的一个组织 像当初期办的时候压力很大 那是 压力很大 就是刚才又讲又是经费的问题 对啊 因为我们都是老师 很多都是老师 那时候老师的薪水啊 真的是要养一家人都不容易了 那个薪水很少 那么加上我们又不是很受到这个 后来我们就是因为 我是觉得自己本身必须要有一个作为 一个表现 好的表现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我们 对 我们甚至去找一些 在槟城的这个桥林 他本身也是佛教徒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名佛教徒了 他未必就懂得佛教 对 我去跟他讲 像我的董事这样 我去跟他讲 说请他来做我们的顾问 对 因为我们本身啊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名望 人家都不信负我们嘛 如果有一两个社会的贤大进来又不同了 对不对 我想借他的这个影响力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 老师你不做 你要去跟他念经 拜佛赚钱啊 对 把那个信都不看了 就拒绝我们了 那么我们要去走管的时候 不肯开门 但是我还是眼皮很厚了 你前面不开 我就转到你的后面的厨房的窗口那边 这个经验 我们可以学学真的 这个经验 非常好非常好 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荷兰也是碰到过 就是为什么呢 有些东西的话 你开始做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不支持的 但是我相信您坚持下去的话 很多人也会支持的 但是在乔林之后 在这里有没有支持你呢 因为你的坚持 他们看到希望了 肯定也要支持一点 我是这样子 我们支持的人呢 是来自那种比较普罗大众这样子 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 三角五角我们都接受 我每天放学就齐多么多 朋友知道吗 赶快去找他 连收集部也拿去 我做这个 你帮忙一点 给你一块钱 我也接受的 所以我的真心路有三条钱 你知道吗 真心路 现在还有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很多工作我们自己做 连建屋子我们自己都做 那么我们就花钱 我觉得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基地嘛 所以我们就在甘工里面买了一间压大屋 我们就买一些旧料回来 那么请人家来帮忙我们 我们自己放学了就回去做了 老师和学生一起去做 一起那边去把它建起来 展开活动这样子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 听说你的佛堂里面没有和尚的 没有 对啊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看到我走过无 在我接触过这个寺庙 应该很多很多了 我看到里面全部都有和尚 因为我们是在家人的组织 所以我当初成立的时候 我每一次在报纸上 发新闻的时候 我一定是写 冰城居士团体会引设 我放居士两个字就是我们在家人的 表明在家人 那么有一些出家人的不高兴 他就跟我讲 你为什么一定要标榜你们是居士 我说这个你就不明白我的苦心了 我不要讲佛教 完全佛教团体就有出家人 但是我们又真的是没有出家人 万里我们做错什么东西 你们出家人要承担了 所以我放居士团体 错就是我们在家人 我们不懂的 我们在家人不懂的 我们对的就你们出家人做 所以我就用这种形式 所以一直都放居士团体 居士团体 学到了 我真的学到了 真的学到了 因为你看佛教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教里面 其实很多佛教里面的学问 虽然说我不是学徒 但是我看过这些佛书 我也接触过 其实佛教里面是很和谐的 对 他说佛就是你自己 对吧 佛教里面 所以说非常 但是您做到了我看的 因为你不需要和尚在里面 你的佛堂也开得好好的 也很多人来上香 也很多人来过来 这拜佛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说 在这一个学问里面 我们应该更大的去发言光大 我西方的国家 在欧洲 就更需要您这些的一个思维 和您的课程 还有您的佛教的思维去做 才有希望 因为一个佛堂里面 如果很多的和尚在里面 我看到过 很多是不和谐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能不能说 但你做到一个和谐 就是说 我盖个寺庙在这里 信佛的人 你们都可以自己过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没必要说 你要逼逼人家去拜佛 或收费等等 你就是公开给咱们信佛教的人 但是不信佛教的人 也是欢迎他们过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们那边也有一些 好像年轻人 他们来活动的 有一些是基督教的孩子 我们也没有去接 早年我们办免费的补习班 因为那时候学校老是说 补习的这种风气也没有这么深 那么穷人家的孩子要交补习费没有 所以我们就开免费的 有关政府考试的课程 我们都每天都有上课 那么这些来上课 来给他们上课 那么至于我们佛学班的学生 我们每一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 固定的一定去用车去载他们来 他们可以载他们的 你还用车载他们过来 过来那么课本给他们这样子 课本 那么开始没有钱买课本 我们就自己 自己买一本来了 复印了 然后我们自己 说到这一块 我还有听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您也非常支持 一些我们在这里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一些学生 还有他们的减学金 都是来自于你们的基金 我们因为那边很多都是学生 所以我们就有成立一个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就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 所以每年就有几个申请 我们就给他们免稀的 但是他们要还 他们都算是没有利息的 我们借一个人可以借三千块钱 只要你进大学 那么我们批了以后就这个 那么后来就我们感觉到 借出去要收回来又很难 那么我们借出去的钱 现在三千块钱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信 你只要我们那边的孩子在活动的 他们或者是社友的他们的孩子 他们都可以申请 我们就你一住大学 你一到大学 或者是这个 我们就给你一千或者是五百 看啦 人家多的时候我们就给五百 少的时候我们就给一千 因为我们人类有限 这样子 所以这个 因为你是私人机构 私人基金 我们成立 我们在社里面有成立这个基金 成立这个基金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基金 都是来自你家族里的 没有 都是大家一起来的 我们有一个好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 从小就在那边接受这个 佛学的教育 他们后来出来工作 那么又回来社 所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发动了 捐了你捐一点我捐一点 我们就有这个钱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就这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幼稚园 我看是全马这个没有收费的 没有收费 给他吃 那么给他这个给他上课 然后老师我们有补贴了 因为他是每天都上课的嘛 每天上课 在学生里面我们经过一些专家 来替他鉴定了以后 就觉得说他学习没有这么跟得上 我们就有设这个颁给他 因为那个是费用比较重 因为大概是三个或者五个 其实五个就已经超 三个两个最理想一个老师 所以我们就从那边 因为我们每年招收 差不多就有整百个学生 就筹筑一些来 那么给他们另外上课 因为上课有两个老师去负责 这样子 全不只是免费 刚才你说的这一点 华人在外 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精神 我个人 我说我个人觉得 在我们西方的国家 就是欧洲 很多国家 我们可以学习学习 当地的华人的这个精神 我在国外已经40多年了 在荷兰 41年了 73年出生 10岁出国 2020年 刚刚好 41年 我在国外 在我41年的人生中 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 我们华人这样的机构 减学金可以给的 成立一个 当然我们荷兰也有 你看 我们在荷兰 我在荷兰41年了 我可没有见到过 华人有名正伟大的精神 我可以代表在这里说 为什么呢 我们华文教育 教育这一块 能做到一个在这里合法 合法 是国家认可的华文教育 对吧 另外一个 你在这里做的是个博物馆 纪念馆 这里我们也在国外 没看到过 最后一个 你的佛教组织 虽然说在国外 有一些我们佛教组织啊 还有其他的这个宗教 都也见到过 但可没见到过 您这样 您能盖一个佛堂在那里 没有和尚 没有收费 让大家都来自愿的去拜佛 我们都没看到 其实在我的 刚才我们在教堂里面 学到一样东西 你的慈悲 你的慈善机构 所有的东西 都是来自于 心理和的贡献给大家 我们非常想学这一块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给您也说一下 我能希望有机会 邀请您和您的这个团队 去荷兰走一趟 让我们好好学习 学习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团队是 应该是有机会去啊 我就没有机会去 不能这样说 有机会的啦 只有把您的这个精神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因为你看在我们这一代的话 你是带着一个使命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 你建立了五十年了 五十年 我刚刚 今年放下这档的这阵 但是五十年已经有 这个思维和想法了 我在 我想想我现在五十了 我才从您身上学到的东西 还有过五十年才能实现 所以我想就是说 在你的基础上面 我们很想去学习学习你的精神 能把它发展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我们佛教有这样子的说法 只要有愿心 你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跟助援了 太好了这句话 我就把您这句话收了 另外一个 我从我在这里开始 这一代第二代华人 我是在荷兰是属于第二代的华人 你第二代我也是第二代 你是第二代华人 从这里开始 我们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还有在西方的国家发扬光大 我在马来西亚学到了 我们很多东西要交流 我们很多东西要去谈 但是我们时间呢 我能希望我们下次再过来 拜访您 可以可以 庄老师 一个人能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很想跟你学习 我也想能够就是把您的这个力量 正能量奉献到全球 因为我们在欧洲啊 既然说我没有这个缘分的 应该在欧洲还碰到 这一位伟大的庄老师 庄老师 今天的我们时间呢 也是非常有限 我很想就说 以后您再次给我机会 我从荷兰飞过来 再给你做个访问 好 非常感谢 对 我们就多一点交流了 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庄老师给我们上了一个这么好的课 其实我也要向你学习 不敢 不敢 希望你这个发心能够很快就实现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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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